林伟祥 林伟祥 做笨诺 做笨诺 应点他 林伟祥 打打打打打 点完啦 撒满地鱼 北京时间2019年11月10号 随着G2的竹水晶被林伟祥点爆 FUNPLUS获得了英雄联盟S9全球总决赛的冠军 这只刚成立两年的年轻队伍 从刚进世界赛的水土不服 饱受质疑 到最后拿下冠军 离不开无名队员的通力合作 涅槃重生 今天我们去来聊聊这支传奇战队的工学辅助 Quisp Quisp 本名刘青松 1998年8月20号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 今年21岁 外号有刘绍 衡阳国王 蜜桃 丝绍等 成名英雄 锤石 机器人 泰坦 2014年YY举办了一个主播联赛YSL 邀请各大主播参赛 董小萨 冻主 赏金术士等当时大红大紫的主播们 纷纷创立自己的战队 而刘少的职业奠竞之路就从赏金术士所创立的GQK战队开始 巧的是GQK战队的logo也是凤凰 当时战队中有两个辅助 一个是刘少 一个是现在战斗在解说席的Kat GQK战队拿到了那一年的YSL英雄联盟冠军 因为表现出色 刘少收到很多其他俱乐部的邀请 最终接受OMG的邀请 注册AD位置却当了UZI TIP的TIP 正式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 但无奈的是 刘少因为年龄不够 没有上场的机会 一直在看饮水机 为了能上场打比赛 2015年转到董小萨组建的TCS战队 重新换回辅助位 与林伟祥组成下路双人组 中单黄称就是现在苏宁的中单纷纷选手 TCS五人抱着打进LSPL的目标 开始征战城市英雄争霸赛 遗憾的是 队伍第一次参加城市赛 第一轮就被同在宁波的BOE战队打败 没错 就是上期 Zoom刚打职业所在的那个BOE战队 第二年TCS选择再战 这次没有留下遗憾 成功拿到了冠军 意味着他们将进入LSPL打职业 刘少离LPL又进了一步 刚开始打LSPL 战绩还尚未可观 可惜的是 面对更加强力的竞争者 出入大舞台的TCS 由于缺少经验 最终在保际赛中失败 这意味着 进军LPL的梦想扩灭 他们又将回到最初的位置 2016年8月7号 TCS战队的组建者董小萨 在微博发布长文 宣布TCS战队就此解散 虽然战队没了 但刘青松职业生涯 绝不会只不于此 2016年12月19号 牛币战队官宣了 2017年春季赛阵容 刘青松和林伟祥 个人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命运还是眷顾努力的人 渴望已久的LBL美梦成真 来到牛币的流上 将自己的ID改成Pnews 和队伍开始征战 2017年的春季赛 一直走到春季赛季后赛 被EDG终结 来到夏季赛 刘青松将ID改成 沿用至今的KRISP 可惜队伍夏季赛的旅程 又被WE终结 失去通往S7的希望 似乎 命运再次捉弄了 这个怀揣梦想的少年 2017年12月22号 牛币官博宣布 再见LPL 再见牛币 四个小时以后 一个在2017年12月21号 官宣成立的 FUNPLUS电子竞技俱乐部 宣布了其2018年春季赛的名单 林伟祥和刘青松的下路双人组 换上FUNPLUS的潜水 重新启程 2018年LPL春季赛 FUNPLUS打了18场比赛 取得9胜9负的战绩 未能晋级后赛 刘青松和林伟祥的组合 虽偶有亮眼的发挥 但兑线能力和团战处理方面 还达不到LPL顶级下路的水平 2018年夏季赛 FUNPLUS通过休赛期的艰苦训练 终于突破自己进入季后赛 第一轮对战京东的比赛中 刘青松的作用完全不输绿毛 还有一些精彩的操作 可惜最后 FUNPLUS还是1比3败给京东 作为一支刚成立一年的队伍 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冬季的休赛期 FUNPLUS迎来中单选手 东英币和打野天 并引入原LMS战区闪电狼战队的教练战马 2019年春季赛 得益于多英币选手自成体系的大法 和奇怪的英雄池 FUNPLUS以常规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季后赛 这赛季刘少开始频繁游走 与多英币小天联动 经常会看到他出现在一些意想不到的位置 可惜季后赛又遇到了京东 在决胜的第五局 Zoom突然暴肿 一场TP绕后两连筒终结了比赛 FUNPLUS成为Zoom名场面的背景版 一时间舆论甚嚣成上 常规赛霸主FUNPLUS意外倒在决赛门外 刘青松赛后发微博表示 下季赛要停会来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下季赛刘青松开始频繁使用 可以带节奏光辉泰坦派克等英雄 与小天组成著名的野斧联动 常规赛又是高歌猛进进入季后赛 而在决赛面对UZI加小明的下落 林伟祥和刘青松顶住了压力 在双方僵持之时 一波临场判断出钩打开局面 最后团战战胜了RNG 拿下2019LPL夏季赛冠军 并且成为一号种子进入世界赛 刘青松获得了决赛FMVP 这个努力的少年经过四年的等待 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用刘青松在宣传片中 说的一段话来说就是 正确的五人走到一起 就会化身不死的凤凰 FUNPLUS成为S9世界冠军 刘青松也成为冠军辅助 收获自己的垂石皮肤 永远地把名字留在 英雄联盟这款游戏中 击土而为山 积水而为海 一路走来 刘青松身上的形容 从来不是年少成名或天才选手 做过饮水机 当过背景板 没有波澜壮阔 却也跌宕起伏 他用每一个努力训练的日夜 每一场全力以赴的比赛 每一天从未放弃的精神 等来了命中注定的队友 等来了荣誉加深的这一刻 也终于等来了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的实现 或许他也曾在不为人知的深夜 撕开自己已经结痂的伤口 把疼痛化为前进的动力 未来可期 加油 刘青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不妨点赞 收藏 转发支持一下 如果你还想看很多的内容 请关注我 下期节目再见